好各位学员欢迎回来 那么这一讲我们就接着来进到桥梁的桥跨施工 那是一道一些钢梁还有钢混结合的构造 那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钢梁 钢梁的话大家会发现就是把它整个的桥跨体系 由之前我们做的混土结构转换成了钢垢 那我们在这里给大家配这个图片 它就是选择钢香梁的形式 而这种钢香梁在制作的时候又可以区分成几种类型 我们这里面是非常典型的小结块的组片 也有一些可能这一块它的长度相对会短一些 我们可以把整个一块的香梁做完 然后一次性做安装 所以这个它的形式还是多种多样的 一般咱们做香梁的一个结构的话 用钢材去做是能够有效的减轻自重 同时这个钢材还有足够的抗弯能力 但是它的使用年限上 包括我们在变形和在承受的一些能力上 它是要略于混凝土的 那像这种它施工组装起来会比较方便 之前我们在这一块考题的时候 曾经是在18年 我们出过一个案例 但是它这个题也不是考你钢梁的一些加工连接细节 它是选择合适的调装方法 我们这里面去组这个钢香梁的时候 它需要对地面空间做占用 然后结合内道题给的平面图 让我们挑选一个合适的方法和安装的节点 一般是放在交通比较少的时候 然后我们可以选择行驶在地面的一些组装模式 所以这一幕它再出题的话也不太可能会考案例的 那我们就把它下降到选择题的内容 而且大家要明确重点 我们书本上给你列的文字内容中 它包含了钢香梁在钢梁厂的制作 还有到现场之后的组装 我们组装就涉及到有连接施工 还有把构件放上去 以及我们钢梁构造 它是需要处理防锈的 咱们叫涂装工程 那我们前面钢梁厂制作 其实从咱们施工方角度 我就跟钢梁预定下订单就可以了 所以制作过程它并不是考试重点 那我们在现场怎么把它放上去 怎么连怎么涂装 这个才是重点 那这一块它首先难度会下降到选择题的部分 然后你有倾向性的去记就可以了 那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个就是钢梁制造 好刚才说过大前提了 这个制造是在钢梁加工厂完成的 所以这都是人家做梁厂的事 那你在这里面就明晰几个要点就可以了 首先第一个就是做它的企业 一定是有施工资质的 第二个在做这个梁的流程中 我们考你补工序的概率可能不是那么高 充其量它尽选择提出个排序的问题 所以你盯住几个核心要点就行了 首先我们需要对刚才先校正 再去做各种加工 加工的时候 大家先看刚才这个图片 我们这个钢箱梁是直接由一整个形钢就能做成形吗 不是 它是有好多钢板形钢 短的钢板组合焊起来的 所以你需要先在原材上面按照我需要的形状去做切割 这就是我们需要先对原材去做校正 然后按照我需要的组合的小构件去放样化线再切割成形 然后你要对它组起来 所以先有原材的处理 然后再组成股价 组成股价的话 我们是需要对施工过程中 你不是要焊到一起吗 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些损伤 所以需要有一些变形的校正 好 然后我们在正式出厂之前 正式出厂之前 一定会做试拼装的工作 你得确保我做的这一段和另外一段 它是能组到一起的 否则发到现场之后 我们连接没法到一起 那你就属于是废弃的材料了 所以这个注意一下 你把它的几个要点弄清楚 要先对原材料做生成 然后组起来 然后去处理加工中的变形 试拼装再发出去 这是我们钢粮去交付的 然后剩下就是它这个相对环境呀 包括温度呀 这都不怎么太粗的 你就盯着这个相对环境湿度 因为它可能会有嗅食的风险 温度这里面毒氧变 熟一熟一就够了 还有主要改建是组装后 24个小时之内要焊 刚才我们加工了好多小零件 先拼起来再焊 那拼如果放的时间长 可能又有位移了 所以24个小时之内焊 切记出厂之前要试拼装 那我们想 其实这个钢粮阶段 是不是加工厂 它提供的一种性质的原材 或者半成品构件 那我们是不是由钢粮加工厂 对它的质量去做保证呢 那这个材质它进厂 这个半成品进厂 我们就按照进厂验收的程序 执行就行了 所以它的质量是由加工厂 来做一个保证的 那我们在出厂提供的资料这 是不是有一部分 就是你进厂验收的东西了 非常关键的三证 对吧 然后呢 还有我们需要去说明一下 它的阶段的分布 还有如何做拼装 所以这里后续信息中 涉及到拼装简图 还有非常关键的 高强度螺栓 它的抗华仪系数的实验报告 这也是后面验收的一个重点 那以及各种的拼装记录 给它列好就行了 所以这里大家注意 前三证 你就可以参考之前的不用背了 后面就加上它组装的一些要求 这块我们过一下就可以了 好 现在是不是这个梁做完 我拿到现场了 从施工安装和连接这 才是我们考试容易出题的地方 那么首先 我是不是应该把做好的梁的阶段 要放到它桥跨的位置 对吧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结合 现场的一系列环境 来选择合适的方式 那在挑这个吊装方法的时候 根据什么条件选呢 这块你把因素过一下就可以了 包括跨境 河流情况 交通 起教能力等等 那这个就是综合 结合一些环境的条件 那我们这在怎么出题啊 它可能就说 结合背景资料 给我选一个合适的方法 所以考这几个词的概率是不高的 它容易出在这里 你要选什么样 城区里常用的方式 根据它的限制要求 我们去挑选 就像18年那道真体一样 所以这块我们快速过一下都有什么 有自行式吊机 门式吊机 支架法 悬锁 拦锁 或者是我们做悬臂拼装 拖拉架设等等 那么大家会发现 有几个是很熟悉的 对吧 比如说自行式吊机 就是自行式启重机 我们可以单机 可以双机 把它拿起来就行 对吧 这个是受限于地面 它一定是有足够的行驶 承载的空间才可以 所以必须是坚实稳定的地面 那么门式架桥机 是不是跟我们前面跨顿轮门吊 是一个意思啊 它也是要有行走的轨道 对吧 然后我们也是门式吊架 来把构件吊起来 那么有一些比较简易的 可能不受限于轨道 它也可以在地面 利用一些简易轮胎做形作 那么这二者的共性是什么 就是地面是坚实的 然后这里又加了一个支架 支架的话 我最开始不是给大家放了一个 示意图吗 我们先回来看一下 那这个就是结合了支架做支撑 上方再用自行式启吊 给它拿起来 对吧 这样我们地面空间是可以用的 吊起一块要放到支架 身上 所以它相当于我们在拼装 钢梁的时候 先通过搭支架提供了一个 放梁的平台 然后我们这二者配合着来用 所以往往是这些做组合使用的 那我们做蓝锁吊机 就是左下角这个图片 它一般是修建跨度比较大的时候 我们跨越了一个很宽的河流 或者一个峡谷 那我这里面做的是像斜拉桥呀 或者旋锁桥这样的大型的桥梁 那么它的桥面就选择清醒了 钢梁了 这个时候我们通过上部的蓝锁来做受力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这是一个很宽的河 岸边在这呢 那我需要先在两边去修塔架支撑的结构 然后把蓝锁架起来 架起来之后 这个蓝锁就可以提供成立了 用上部的可以移动的小台车 然后把这些构造给它抓起来 抓起来之后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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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 这样的形式 所以它其实也是做蓝锁上部的固定了 然后再来悬臂拼装 是不是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悬臂啊 它比较常用在斜拉桥里面 先把斜拉桥的主塔建出来 以主塔的中间第一个段为零号块 然后以主塔为受力点 通过斜向的斜拉锁来进行固定 那么它前面也会通过简易挂拦提供一个小平台的 这个就是我们做了悬臂拼装啊 然后还有拖拉架设 通过拖拽的形式从一端给它进行引导 这个往往也会配合底部的一些简易支架 好 那我们会发现前面这些是一定要有坚实地面 对吧 前面这三个 后面这些 它绝大部分都是特殊的组合桥形 或者大跨度的桥梁 那么这个拖拉架设的方式 对于地面环境相对有点复杂 不能全部占用 又可以临时放一些支架的时候是更加适用的 好 那我们把这几个方式能够做挑选就可以了 所以这块的重点在怎么选方法啊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 在正式安装前又给出了检查 大家会发现其实钢梁它也是预制构件 对吧 它也是预制构件 那我们这里是不是适用于预制的安装公式呢 当然适用了 你把它放到谁身上 还有构件本体做检查 我们再做好连接 这个时候的连接不就是钢梁和钢梁之间的接头吗 对吧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啊 你在安装之前 对支撑结构做检查 这不就是下部的支撑 要保证有足够的承载能力 变形稳定性都符合要求 这种我们在检查这它比较多的 比如说减底部的支架呀等等 减底下的支撑体系 这就是下部支撑结构 然后对桥台 蹲顶顶面高层中线跨键做复测 这就是你要确保安装误差不超线 它其实也是支撑的一部分 要测定准确再去做安装 我们想支撑结构是不是强度验收 还有它的表面清洁 还有测量方样 是不是这块 好然后我们再看对构件本体 后面这两个三四就是构件本体 那么我们做好的预支钢梁拿过来 你首先需要核对一下 我这个钢梁的形状尺寸数据阶段 是不是对得上的 所以按照明细表 对它做核对 还有检查该检的证书 然后我们运输中可能会有损伤吧 因为它钢梁容易变形 所以构件本体如果有损伤 是要做处理的 你看一个支撑一个本体 后面我们连接的时候就是要处理接头了 这个就直接参考通用公式 以理解为主 以理解为主 如果说从G的层面的话 大家可以重点看一看 我在一二里面给你标蓝色文字的地方 就是你对支撑结构到底查了什么东西 做支撑系统的强杠纹 还有我们在位置上的确定 把标高中线给它定好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如何进行组装 就是一个钢梁段 一个钢梁段要连起来 那么连的时候 我们主要是通过焊接 或者是螺栓手段给它连起来的 如果是焊接的话 就是阶段和阶段之间 钢板要连焊缝 那这个你就就位准确做失焊作业 那也可以在连接接头的位置 通过这种连接钢板 两个梁端预留好螺栓孔 连接钢板上对应螺栓孔 我们去穿螺栓去 这也可以连起来 所以这是比较常见的连接方式 那我们书本上对于不同的连接方式 它是有要求的 有的时候也可以二者组合 那我们在这样的连接过程中 如果是螺栓去堵这孔的话 那么大家注意 书上给了你好多种不同的支撑形式 我对连接螺栓的数量和配置内容的要求 你可以先想一想通用的道理 我们来把前两个去比一下 你看我底下用满步支架做支撑 我把钢梁放满步支架身上 还有悬臂半悬臂 就是我这里连完一整段了 我再加一个新的旋条连出去 这两个谁的受力更稳定 那肯定是满步支架受力更稳定 对吧 属于是你把钢梁先放在架子上 它再连 这肯定是好连的呀 而悬臂的话 悬条出去的更容易发生掉落 所以这个在连接端 它受力是更大的 那你想这二者 一个稳定 一个不稳定 一个受力小 一个受力大 那么受力大的放的连接螺栓多 还是受力小连接螺栓多 当然是受力比较复杂 这个换句话说 我们在连接这些螺栓的配置这 要求高的一定是不太稳定的 那么这二者的数字对比 你就可以直接做一个对应的记忆了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他在这提到了几种 有座冲钉 提到了粗质螺栓 后面还有提到精质螺栓 以及高强度螺栓 好 咱们现在给大家补一下概念 就是这些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么冲钉指的就是什么呀 就是天空 我们现在不是螺栓要拧它 而是像现在工人做的工作一样 直接通过冲钉构造 把连接钢板和构架本身的栓孔给它堵上 就好像两个板之间都有预留孔 我们用一个签给它堵住 把这个眼锁住 你锁好多眼它不就连到一起了 不发生相对位移了吗 对吧 这个只是堵孔用的 这叫冲钉 冲钉是不能受力的 它只是天充这个孔保证连接端的位置准确 那么粗质螺栓的话 在这涉及到螺栓的运用了 但是它的受力效果是比较差的 基本上不能承受内力 它只是做天充 而到了精实螺栓这就可以承受力了 就我们这个螺栓的栓杆是有承受内部简历的一个可能性的 它的受力能力比较强 那对应高强度螺栓肯定是用在特殊的连接端口 它的受力效果就好很多了 所以这样我们把四个给大家去总结对比一下 这个是书本之外的东西啊 尺寸是有联系的 你在这跟着我看什么 就是看谁能受力 在前两个冲钉和粗质螺栓这 它都是不能承受力的 到了精致螺栓和高强度这才开始受力 这二者受力的话高强优于精致 好这样我们对比是不是能对比出来了 好知道了前两个是不能承受力的 后面这两个是能承受力的 那高强更高 我们再看书本上给了一个什么东西啊 尺寸的问题 尺寸的问题 在冲钉这 它只是做离时连接用的 要求冲钉自己的直径 要小于设计孔径0.3毫米 你要把那个缝堵上 然后到了粗质螺栓这 它不承受安装硬力 和冲钉一起去做加紧天充 不是靠它受力的 那么这个要求直径小于设计孔径1毫米 这你看数字是不是大了一点呀 为什么 它还有螺栓拧固定的做法 这已经是有一个紧固效果了 而冲钉就靠堵缝 所以这个堵的是不要更紧一点 好我们再看精致螺栓 精致螺栓就可以受力了吧 它是可以承受简厉和压力的 在拼装中承受较大力的连接处 用它去连续 那么你既然都是精致螺栓了 是不是它的直径比孔的径 小的尺寸就比前面这个 你看我们光去天缝的粗质 要精细很多了吧 这个要求直径小于设计孔径是0.4 那为什么反而冲钉比它的要更小呢 你在这是有宁紧效果的 而它就靠自己的直径去堵着 就靠自己的直径对吧 所以它只能堵的更紧一点 它数字就小了 反而是这三者中就靠堵缝的这个做法去固定的 它是跟你这个孔径最接近的一个 对吧 我们再看高强度连接螺栓腹 这个就是受力能力比较强 那么它一般是一个组合 一个组合去用的 比如说我们高强螺栓杆 高强螺膜 中间的垫片等等 组成一个螺栓腹 这个是需要热处理才能使用 它的受力效果非常好 好 我们把这个材质对比清楚之后 你那个尺寸是不是就能判断大小了 总结来看的话 冲钉它的直径跟孔钥直径是最接近的 要把缝尽可能多堵上 这粗质螺栓跟精质螺栓 这二者相比的话 谁堵的孔径更严实一点 当然是精质螺栓了 对吧 粗质我们就是简单固定一下 不能受力 好 现在对比完材质 我们再看一下它放的特点 首先满步支架受力状态更好 所以在连接板上 它不是有好多孔吗 在这么多的孔里面 冲钉和粗质螺栓的总数 不少于孔眼总数的三分之一 然后我们要求 其中的冲钉不能多于三分之二 就比如说现在这块有好多孔 那我们其中要有至少三分之一 它都是被天冲上的 这样你的板不容易发生相对的位移 那在天冲的时候 冲钉不要太多 太多的话 它始终是没有上下固定效果 也是存在一些掉落滑落的风险的 孔眼比较少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全放上 我就不留空空了 那不要少于六个 或者全部都给它插紧就行了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 悬臂半悬臂状态 你就不是在支架上 我新放的这一个是悬条的 那么接头处要求要更高吧 要连的更紧 这个时候你放这些东西数还能太多吗 不能了吧 所以你看我们要求冲钉数量按核载计算去确定 不要少于孔眼总数的二分之一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你自己本身的数量的多少 一定要看它要不要受力 这二者是不是都不能受力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位置设置至少二分之一天孔是啥意思呀 不是让它受力 是尽可能减少空孔的数量 你其他的这些都是要用受力的精致螺栓去放了 精致螺栓去放了 那么不要留空孔 其余的我们都需要选择用冲钉或者粗螺栓天冲上 这样的一个做法啊 冲钉数量给它按照数值按照核载去确定 然后不要少于孔眼总数的二分之一 剩下所有的全都是精致螺栓 在悬臂受力相对比较大 连接处要求高的地方 其实就是精致和冲钉的组合 而到了受力比较稳定的时候 我们可以选择冲钉和粗质的组合 甚至可以有空孔 当然我们这边为了提高连接质量 我放精致螺栓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 对吧 这块你注意啊 受力越大 你组的连接效果要更好 要更紧 天冲的孔树一定是满田的 好 再下一个高强度螺栓去拴的话 这个是不是本身它受力就更大一点 这个时候我们要求冲钉数符合 上面这个要求 也就是不能少于孔调总数的二分之一 其余全都是高强 就是只要这个构件它受力大 我们配的连接构造一定也是受力大的 那前面规整的你用一般的 只要提到受力比较大的悬臂半悬臂 或者本身就容易出现掉落的 你要么就是精致加冲钉 要么就是高强加冲钉 这样的组合就行了啊 所以大家把这块的配置 你要理解去看它 这可能会更容易一点 但是统一来看的话 这块的考的概率不算特别高 一般就是进选择题的选项 不要着急啊 如果老师我感觉背不下来 那其实问题也不算大 你就看他人家选项中描述的是危险的 还是一般的 如果是有一点危险的 我们就别留空的孔 精致加冲钉 或者高强加冲钉 如果是支架提供的 一般的情况很稳定的 那咱们就可以粗支架冲钉 对吧 这样去配就行啊 好我们再来下一个 在杆件做吊装的时候 要等到杆件完全固定 再去摘吊钩 吊钩是一个上部支撑体系 你底下要是支架还好说 我能放上去 但如果像那些悬条的 你肯定要连完再放 对吧 这个也是要区分情况的啊 然后每完成一个阶段 要核对位置标高 还有它的预拱度 这不就跟悬臂挂栏一样吗 每一个悬条结块 握都得复合这些东西 你要看它的中线标高 有没有对上 要看它底面的形状 跟示意图线是不是对上的 这是跟前面悬臂挂栏一样的 直接不用背它了啊 我们再来 焊接顺序 这是高频次塞到选项里的地方 高强度螺栓的制作 高强度啊 这块是容易进选择提考的 所以大家需要把这两条 顺序要背一下 如果你是直接焊的话 那我们这个焊接顺序 分成两个方向 纵向 你看我现在给你画一个桥的平面 这个是这个桥的平面 行车方向是这样往前往下 对吧 这样的形式 那我们这是不是就是桥梁的纵向 在纵向施焊的时候 要由跨中向两端 也就是我在拼这个桥的时候 你先连中间这些缝 往两边往两边往两边 这是纵向 那么横向的话 我在连这道缝的时候 要从中线向两侧 从中线向两侧 所以分清楚人家给你对应的名词 顺着桥向纵向 才会出现跨中两端 这是桥的长度描述 而横桥向是桥的宽度描述 是中线向宽度两侧 它可能出题的时候会说 纵向从中间往两侧 那就不对了 所以可能会把词给你乱匹配 这块如果出题可能是考语文的 然后我们再看高墙 螺双是怎么连 高强度的话 它受力不是大吗 你肯定也是放在受力大的地方去用它 那如果这个地方 它本身两端受力大 我们这孔其实是不太好连的 你一定要保证要顺畅连接 首先连之前要验什么 这个大家看着是不是很眼熟 因为我们在预制钢粮出厂的时候 厂家给你提供的出厂文件资料中 就含有这个 要对摩擦面的抗华仪系数去做复验 进厂的时候我看了报告 那你在安装之前 我得确定它是不是符合要求的 所以这个项目建议大家记一下 好 然后穿入要顺畅不要强行敲 如果强行敲说明什么 说明上下口没有对准 对吧 这个时候我把杆硬敲下去 那么这个杆会受紧 容易出现损伤的 好 以及我们施拧的顺序很重要 从板的高度大的地方 缝大的地方开始 从中央向外拧紧 当天中拧完毕 不要间断不要冲击 那这个你怎么背啊 这么多文字 其实我们可以稍微的简化一点 就是先把难做的做了 然后再去做容易做的 你比如说我们夸张一点 这个段和这个段 这块有个缝 上面缝大 对吧 你先把这个缝拉回来 你要是先去连底下 我最后再拉的话 那很难去连的 所以先把缝大 受力大的地方给锁住 然后再去连 一般做的就好操作了 那另外就是不要冲击 不要间断 你要拧 你就加热处理之后 这不是高强吗 一次性给它拧到位 不要来回去做 这样反而是容易出现松脱的 好 剩下高强度中拧完毕 一定要当班验 它的比例是总数的5%不少于两套 合格率不能小于80% 好 这个高强的验收就梳理完了 然后我们后面有一个落梁就位的要点 其实这个落梁就位 大家看书上这个点 有一点位置放跑偏了 是吧 它应该是放在连接之前的 你要把梁放准 我们连了 当然啊 也存在我在现场把小结块锁起来 然后再往上放 确实也有 但是正常情况是先把结块放上去 然后我们再去连紧啊 那这个我们就过一下就行了 你看落梁就位 我是不是就属于是这构造跟底下连接 对吧 那你不就是下检查吗 简直称呀 清理制作电池 标高平面位置 这个核对好 把制作调节好 就位前后来核对尺寸 这里你读一遍就行了 它不怎么太考啊 然后我们接下来看涂装 涂装的话就是除锈的问题 那这里首先强调 我们这个梁 它一段一段不是加工厂做的吗 人家加工厂在加工之前 原材也是有涂装处置的 那我们在这就强调 你可能端部不是做焊接吗 对吧 这个焊接关键的位置 你肯定是不能有防腐材料的 所以我们一般在连接端 这个地方是没有防腐的 这就很像管道中对防腐的补口 正常你的原杆材做的时候 人家大部分加工的段落里面都做完涂装了 我们可以在现场连完之后 对连接缝去做涂装 当然也有存在最后的整体涂装 这就是除锈的过程 除锈之后再盖防腐 这个过程啊 那么大家就注意一下我们这个要求就行了 那么首先防腐涂料 它一定要符合要求 包括你的防腐的性能 粘结附着的性能等等 都一定要足够啊 就能粘住还能阻隔腐蚀 另外我们底漆要有良好的封孔性能 就是能够把螺栓孔眼给堵住 然后同时又起到防袖的效果 它不是只涂一层 一般是底漆加后续的防腐涂层 前一层固化了 我们再上后一层 厚度是有要求的啊 然后上一圆板顶面和简历连接器不要涂 这个就是我们在做涂装工作的时候 它存在跟后面的构造有连接的 比如说你现在这个钢梁架起来 后面还会有预支的板 或者线胶的板 你要把那个构造跟钢梁连成整体 那我如果涂了涂装层 你还怎么跟它连呀 所以如果后面会有连接关系的 你就千万不要动它了 这个位置我们是有连接关系的 你甚至不用记清楚是什么 只要我们给你描述它后面要连别的构造 那跟它相连的钢梁的面一定是不能涂防锈的啊 这个是不涂窗的 安装前做好除锈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看第三个 首期是除锈之后四个小时之内 我就要开始了 你不要提 我除完锈了 我过了四五个小时 我再做它 那又生锈了 对了 它又会出现氧化了 那这个要在四小时之内开始 八小时之内完成 把底气做完 温度的话 你读一读就行了 那建议湿度不要太高 否则你这空气里的水分 就会加在防锈漆里面 那我们强调相对湿度是不得大于85%的 如果它已经比较高了 超过75了 我们就要在四小时以内尽快涂碗 否则加的水分就会很多啊 然后剩下这个厚度 一定要符合设计要求 那这个就是涂一层固化的之后 我们再涂后面一层 总的厚度一定要符合设计规定 那涂装是天气相对比较正常的时候 还有风不要太大 否则容易加杂质 避免阳光直射 涂装后四个小时之内采取防护 给它保护起来啊 所以这样我们就把涂装解决了 这块就是加强理解 它考题也不会说让你去书写 大概率是进选择题的选项了 所以这一幕我们其实知识点 主要还是以理解为主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个 验收的项目快速过一下 就可以进钢混结合了 那验收项目的话 它就包括什么 有材料 材料的问题 以及我们刚才提到一个非常关键的 表面的抗华仪技术吧 这个点出厂的时候就提供报告了 我们在十几年之前还要复验的啊 然后还有就是它的连接件也要剪 还有后面我们做焊接碳商 表面涂装除锈的防腐的 这个都要做验收啊 好这就过掉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书本的第三幕啊 钢混结合 那其实你看我们做钢混结合 一看标题就知道 它是钢粮和混凝土板 共同生成了桥跨体系 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材质 那这个不同性质材质 你要按它的特性去分配呀 我们首先想一想混凝土什么特性啊 抗压能力强 所以它一般会放在这个组合体系的上面 承受车辆核载 那么钢垢它是抗拉能力强 所以会把它放在底部 底部不是拉硬力比较大吗 好一般都是先把钢粮架起来 在它身上放混凝土板 那我们这个构造图就是 把钢粮架起来 生成一个受力平台 把混凝土板放上去 这二者要连到一起 那连到一起的话要共同受力 你要用这二者上抗压 下抗拉的性能 它们两个材质变形特性是不一样的 所以不一样的话 那容易发生相对的怀疑 怎么办呀 我们就会在底下的钢粮身上 通过传简装置 也叫简粒传简器 传简器 让二者结合到一起 你看我们这个钢粮身上 是不是有好多抗减的锚钉 最后都跟混凝土构造 要连成整体了 这样就能让二者有机的结合 去传递简粒 共同去受力了 像这样的桥 我们其实想一想 那为什么我不直接做个混凝土呢 直接做混凝土的话 它整个构造全混凝土 确实受力是可以的 年限是长的 但是自重比较重 所以当我们做这种组合 或者钢粮构造的话 都是在减轻自重 像这种自重很怕重的构造 都是大跨境的 所以它的适用范围 就是城市大跨境 或者较大跨境 当你的跨境很大 结构太重 自身的一个负担就很重了 我们把自重减轻之后 那你这个桥反而使用 是更加合适的 不容易出现问题的 它是用在大跨境 或者较大跨境 用钢粮来减轻自重了 那么这个减轻自重的话 可以减少施工对周边的一些影响 你要是在这正常去搭支架呀 然后我们做构造 其实对于周围有长时间的占用 你做施工又会产生一定的污染 对吧 所以这个目的你就过一下就行了 试用范围重点看 提到大跨境类型 优先想到钢结构 非常轻啊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怎么样让这二者共同受力的 咱们刚才说了 上面毁凝图 下面是钢粮 它们中间是通过传减器 也叫减力传减器 也叫抗减卯钉 我们在书上给的类型 就是抗减卯钉 你看底下这个是钢粮 它是沿着桥梁长度方向的 纵向钢主梁 刚才的实物图它有几根纵向钢主梁 中间通过横梁或者斜向的行钢 搭成网格平台 它的身上焊上了传减器 混凝图板跟传减器连搭在钢粮身上就可以了 所以这样去受力的啊 那我们构造上 一就是纵向钢主梁 上面这个二是不是混凝图板 它可预制可现胶 那这个图里的四是什么呀 就是混凝图板里面的钢筋骨架 标三的就是焊在钢主梁身上的传减器 那么这个传减器在制作的时候 是应该先把它固定焊在主梁身上 然后一起架设上去 我们在做混凝图构造之前 去核对它的位置形状 做好处理 然后再放在一起 这样的形式啊 所以注意这个三的构造 就是这里的传减器 那传减器这个我们知道能传递简粒了 能一起受力了 书上给的只是其中的一个类型 就是抗减锚钵 它还可以做别的啊 这个就是抗减锚钵的类型 就是我们图上这种传减器 它也可以做成曹钢的形式去传递 或者是有这种做弯筋啊 都可以 那我们书上只提到的这一种 不管是哪个 这个传减器都一定是焊在钢主梁身上了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 它就属于钢主梁的一部分啊 好我们后半句话 很多学员就不理解了 说连续梁在负弯剧区 我们施加预应力 或者是强迫位移 来调整负弯剧内力 咱们先想第一个名词 什么叫连续梁在这 什么叫连续梁 把几胯桥胯锁成整体 对吧 这个几胯就变成一整个板了 这叫连续梁 那么这个两胯之间锁成整个板 是不是底下是共用制作的 我们再用线条去表示一下 比如说现在这三胯 它上面的板就是连续的 我是不是底下放一个制作 一个制作 一个制作 不能说一个 一排 一排一排一排制作就够了 它们是两胯之间 共用一排制作的 好 这生成了连续梁 那么这个连续梁 我们负弯剧区在哪呀 当承受军部和载 又出那个弯剧图了 这个大家印象应该非常深了 又出这个弯剧图了 正弯剧区是胯中向下 在这 负弯剧区是支点向上 在这 所以负弯剧区换句话说 就是支点上面 这个桥不是带有一定高度吗 下面是支撑点 支撑点的上方 我们如果把桥给它划一定的厚度 我打斜线这个范围就是桥 那么支撑点的上方 这个区域就是负弯剧区 负弯剧区承受向上的弯剧 那想一想变形 就是在支点的上方往上翘 对吧 它会往上翘 那我们施加预应力 在这做预应力拉结 是不是一下子想到 桥配是简直转连续了 它在这就是做拉结的 能够有效的抵抗负弯剧 向上的这个力 你一拉结锁死 它往上翘的趋势就被我压住了 或者是你的变形趋势是向上翘 我们让你强迫位移 我给你下压的位移 给你下压的力 是不是能抵消它 那这个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固定件 把这个位置跟下不过躁 做受力联系 这是不是强迫 你做预应力施加 是限制它上翘 我们直接给它盯下去 对吧 这个就可以了 所以这两种方式 其实都是在解决 负弯剧区向上弯剧 向上翘的一个点 你就记得我们在连续量 负弯剧区可以用什么方法 去调节去抵消这个复弯剧的应力 一个是施加运用力的方式 一个是强迫位移的方式 这样是不是理解也能记住了 背的时候就背他俩就行了 这是我们考点所在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他怎么去做施工的 那么首先我们书本上 是给了你钢混结合量 他的施工程序 这块大家就记啊 它是分两个阶段的 第一个先把钢粮架起来 然后我们再把板放上去 最后预用力连成整体 结束了 所以第一个就是你怎么把这个钢粮架起来 那首先传减器 它是要先焊在纵向主粮身上的 我们要把纵主粮从工厂调到现场 在现场焊上传减器 然后把它加上去 那么架主粮的形式 可以选你调装方法的选择了吧 你不能只有纵向主粮 它是不是还有横向的量 还有一些组合的斜向的量 让它共同去受力的 对不对 要组成一个平台的 我们现在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构造图 你看底下这是纵向钢主粮 它身上提前焊上传减器再放上来 你不能只有纵向 所以它中间这种就是横粮 我们要先纵后横 同时这里给你说的交叉矿梁 也可以叫做斜梁 通过纵横斜构成网格 构成网格之后 这个平台是不是提供出来了 我们再去做上部的混头吧 所以你看咱们在顺序这里面 先架设纵向钢梁 再安装横向小纵 那这个就是组合了 你要是有小纵我们就放它 没有小纵我们就横格 有的时候它是跟横向斜梁去组 那咱们就有什么组什么 总而言之是先去组主要杆 然后组次要杆 最后组次次的 就按照顺序 如果它有空间顺序的话 我们一般是先做下面再做上面 这样就可以了啊 好那我们这样把钢梁架起来 架起来之后 你需要把混土构造做了 这个地方我们的混土构造有两种方式 可以预制可以现胶 这个板如果是预制的话 把预制板拿过来 检查底部符合要求放下去 所以安装预制板再交缝就行了 第二个如果是现胶的话 我们是不是要织底膜呀 所以你需要先搭架子织底膜 然后再去铺钢筋做现胶混土 所以可现胶可预制 那当我们现胶或者预制做完之后 你预制的要连缝 现胶的要直接做张拉 所以它都是要等缝的混凝土 或者自己的混凝土 养生强度达到可张拉的强度 我们再去张拉运营离金 这个是不是你做的时候就留后张管道 我就行了呀 对吧 那么养生到多少呢 75%张拉之后呢 压将封毛 那我们这个做完之后 是不是完成连续粮了 完成连续粮之后 我再拆解它必要的支架就行了 因为你现在混凝土的盒带 已经全放到钢粮身上 那么它在这张拉 是不是也存在 我们前面装配式提到的一种情况 也许我在这做的是现场先章呢 我把它锁定出来 我再去做混凝土包裹 那其实也可以 就看你现场的灵活时光安排 鉴于我们书本上给的是这个程序 所以它应该做的是现场后张作业 你就以这个去记就行了啊 先搭钢粮架子 再放混凝土包 然后我们做预应力 再副弯剧去张拉 再拆除所有的支撑 这构造就结束了 这样我们完成它的体系建设 那接下来我们就配合这块来看一下施工要点啊 施工这里是容易出题的 那么前期我们施工支架验算的核载 你现在搭的施工支架是不是为了 可能是放行钢粮的时候 可能是我们给混凝土包做的时候 那这块给的因素 它是按照混凝土包这个因素走的 所以有钢粮的拼接核载压上去 有混凝土结构和施工核载加上去 所以这是我们验算它的安全稳定的手续用的啊 这过一下就行了 那么胶粥的时候胶粥前要做全面检查 这底下不是支撑体系吗 还有连接 那以及我们传检器 这就属于是我在做胶粥前全面检查的支撑 钢筋预埋件连接面 对吧 就是稍微变个形啊 一定要全面检查再胶粥 那么线胶的话 用的材料要重点备 缓凝 早强补偿收缩啊 缓凝早强补偿收缩 避免出现过大的开裂病形 早期强度高便于施加预影力 补偿收缩不容易出现开裂 因为你是薄的板 它要是再开裂 这个缝对结构影响是很大的 好 再来胶筑顺序 作为重点 这个胶筑顺序 我们说的是线胶的形式 那么又是区分方向了 顺桥向是什么方向 长度 纵向 横桥向是宽度方向 在顺桥向这一部分 你看它给的描述 跟咱们前面刚刚两座焊接是一样的 从跨中开始向支点 从跨中开始向支点 但是加了个祸 我从一端交到另外一端也可以 从桥的起点交另外一端也可以 那么宽度方向的话 它是由中间向两侧 这是不是跟焊缝对上了 所以我们可以把钢混结合的混凝土板的交住 跟焊缝 钢梁的焊接焊缝顺序 寄成一样的 只不过板 它加了个一端到另外一端 好 然后不要在板上再做找平层 因为你就是现场去做的这个板 它已经足够平整了 以及随时监测 主梁和支架的变形 泄落的时候 什么时候泄落 我说是拆架子 拆架子的要求 就是完全达到摄影强度 完全达到摄影强度 而且预影力已经做完了 变成脸蓄凉了 这样才可以 所以大家把这个去做构造的一个施工要点 我刚才圈化的这几个重点 背一下就行了 其他的加强理解 前面的工序可能会有补充排序 或者是传减器的一些小的石图 它适用范围 包括架钢梁的形式 参考前面上一幕的钢梁施工的要求就可以 所以这样我们就把相对桥块最简单的一块 就是钢梁施工和钢混结合放在一起 我们梳理完了 下一讲我们要进到拱桥 拱桥也是难度比较高的 需要各位多花一点时间